深受台灣消費者喜歡的美式大賣場 現在又開始賣起車子囉 這次賣的是可以上山越野的皮卡車 比原價便宜了五萬塊 成功了創造話題 而另外一頭呢 包含歐洲日本車商也都打出了降價優惠 要來拼買氣 最高一口氣居然降了52萬 走進美式賣場 商品琳琅滿目 東挑挑西旋旋 就連這麼大一台的皮卡車都能買得到 雙箱四人座硬派外觀 限量只賣40台 原價104.8萬 但放到賣場賣 殺到百萬有找很有誠意 只是不知道合不合民眾口味 不一定說一定要去車行看還是 而且說每次賣場會比較便宜吧 可以參考 他應該還是會有退貨的機制這樣子 這肯定也是大家的疑問 那買了開不喜歡 可以說退就退嗎 特殊商品像這種客製化商品 也是不能做退貨的服務 不管怎麼樣 有話題就算有熱度 畢竟在年後淡季促銷優惠沒給足 要充滿氣哪這麼簡單 雙層玻璃增加隔音效果 而且它還配有相當貼心 16項可以調整的電動座椅 不過其實這一台車真正的亮點 它是一台可以插電的油電車 而且在純電模式下可以行駛45公里 現在還一口氣降價52萬 Volvo另台全油車也大降62萬 全台只剩一台 而Suzuki修旅搭配舊換新後 從87萬降到75萬 中華這台造車則降價2萬元 除了現金優惠配件金也很敢給 B&W5系列車款大手比送18.2萬配備 納智捷GT修旅則免費升級10萬配備 21年國產的明星車款 大改款新車會比較欠缺 但是在進口的車廠部分 有很多的小改款 甚至一些大改款的新車會上市 所以我覺得還是抱以樂觀 我覺得這個銷量還是可以維持 去年左右的水準 2月新車零排總數2.72萬輛 比預期還要好 3月立平 淡季不淡 畢竟晶片大缺的情形下 還喊出全年44萬輛乘機 可千萬不能漏氣 東森 台北採訪報導 和你我的民生用水都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新竹地區的水勤非常吃緊 工藝科學園區以及民生用水的 寶山水庫 寶二水庫看到這照片 接著來這個蓄水量每天都創下新低 都快要乾掉了 分別預計不到一個月或兩個月 就會接連見底 這缺水危機讓政府要祭出掉水的措施 也不排除會開挖科學園區的地下水井 來救水晴 新竹地區水晴吃緊寶山水庫跟寶二水庫 近日每天蓄水量都闖歷史新低 該怎麼救水也引來關注 寶山水庫因為持續缺水 乾到快要見底 原本在淹幕區內的小廟因此露出水面 這是民國七十年水庫動工前所建造的 還有水底下的殘破民宅 隨之曝光也代表著缺水警示 而另一頭其中這處比較高級的草堆 之前會被豐沛的水量淹過 原本這紅色建築是水位正常時會附在水面上 裡頭擺放船艇讓水庫人員例行搭乘 來巡視水庫周遭 逐渐水位低到露出大面積湖底 然後再轉到新竹另一座保二水庫 這裡常有不少民眾前來散步拍照 但現在水位量低到讓民眾很有感 去年是台灣56年來 首次沒有颱風過境 這讓許多水庫面臨缺水危機 造成的衝擊包含部分地區的農地休耕 那麼另外像是保山保二水庫 每天供應新竹科學園區15萬噸的用水 如此一來會對200多家廠商造成衝擊 目前保山水庫蓄水率19% 預計不到一個月見底 而保二水庫蓄水率12.7% 則預計兩個月就見底 不緊急救水措施包含人工增雨 但是效益有限 另外每天從石門水庫吊水20萬公噸 也沿你新竹科學園區遭地下水井 但是這也只要來爭議 得經過環評審查 確認不會導致地層下陷等情況才可行 如果真的實行 也將在這波缺水危機解除後 風景停止使用 也就是說 短時間內難以用這方法來救水 這嚴峻的缺水危機 該如何度過 是當今政府與人民面臨的一大口題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原來全球晶片大缺貨 全台灣前三道的IC設計廠商 包含了聯發科 聯勇跟瑞譽都傳出被客戶追著跑 甚至還打破慣例 現在就和晶圓代工下了 明年第一季的頭片訂單 部分IC設計業者也提前要吹起第二波的漲價潮 古距手機強大 光是二月底至三月就有十支 心急發表 需求強勁也讓晶片缺貨情勢加劇 手機晶片一顆 聯發科傳出未強產能 破天荒向晶圓代工廠提前下單 早在今年一開工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就看好今年營運將持續向上 另外聯勇瑞譽也都傳出被客戶追著跑 而且不約而同 現在舊漢晶圓代工廠預約一年後的產能 顯示訂單能見度都已經達到明年第一季 而其他IC設計業也提前吹起二次漲價風潮 包括觸控與驅動整合IC二哥敦泰 都將調升報價 就連即將在六月出任高通執行長的艾蒙都說 晶片荒讓它無法好好睡覺 凸顯了這波半導體缺貨潮 影響的已經不是汽車產業 也蔓延到其他終端市場 東森財經新聞葉子晶楊昭綜合報導 位在基隆的敦南科技間中午的時候 變電箱突然起火燃燒 引燃一旁放鞍水的化學槽 現場竄出了大量農煙 黑色農煙不斷從窗戶竄出 五層樓的建築物頂樓同樣可見 陣陣灰煙重向天際 經銷貨報前往救援 石火的就是位在基隆大五輪工業區內的 分離式圓建大廠敦南科技 員工聽到爆炸聲響 趕緊自行離開廠房 消防人員也在第一時間 將四五十名員工疏散 聚集在旁邊工廠等待狀況 隨後以泡沫罐救火 最後在下午1點30分順利撲滅火勢 而造成火災的原因是變電箱起火 那個下午是因為他們的那個變電箱起火 然後引燃旁邊的一個化學槽 那目前那個化學槽它的一些鞍水部分 我們都控制住了 也沒有這個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也沒有人員的傷亡 敦南科技原為上市公司 後來被台灣達爾科技併購 成為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 於去年十一月下市 而這在發生火警的同時 敦南也傳出前董事長宋公元 也就是光寶創辦人 被人指控當初的併購案涉嫌內線交易 利用假外資從中賺取六千萬 減掉今天也繽紛十三路 搜索約談 訊後不排除祭出 強制處分 東森財經新聞葉子晶 楊昭呂國寶 基隆台北採訪報導 熊見